你从上海回来的消息 是我从朋友口中 听到的 听他说你是生殖乐 被公司调过来开疆拓土 称不上荣归故里 但也算是想要拯救 听完之后我挺为你高兴的 你那么坚定执着的人 似乎无论想做什么 都能做得到 就像你为了让我眼熟 你每天都在走廊里 假装和我奥运 于是我爱上了你 就像你为了哄我消气 在女亲楼下的香樟树旁 一站就是五个钟头 于是我原谅了你 可唯独有一件事你大概 做不到了 你说你会回来娶我 而我 可能不会嫁给你 其实我是有想过等你回来 我们就结婚的 刚分开的那段时间 我曾无数次地在梦想 十分 想念你 也曾无数次地幻想 我们能重新在一起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发现自己不曾每天都相信你 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你 好像就这样一点点地 担出了我的生命 我们在一起曾有七年之久 十七岁的时候我们熬过了初恋的青丝懵懂 找过很多家 闹过很多别扭 最后还是和好如初 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熬过了异地的 万水千山 每天开着视频好几个小时 两个人谁都不说谎 只是做着各自的事情 偶尔抬起头 看看对方 便能小吻了一双眼睛 而二十三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到了上海 你在这里如鱼得顺 工作一帆风顺 前途一片光明 可我就开始和这里格格不入 那时候我才终于知道 有些挫折熬得过 而有些不能 生活是不能勉强着 过下去的 你应该在这片大海里乘风破浪 而我却更适合 小戏里的岁月静好 一年后你坚持留下 我坚持回家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七年同行 到底还是走到了分道扬镳的那一切 朋友和我说完了你的近况后 又碰巧自己的问我 我喜不喜欢你了 我摇了摇头 没说话 不是不喜欢了 而是别问了 人都觉得自己一定是最了解自己的 其实不然 至少在 还喜不喜欢你这件事上 我的答案只能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喜欢吃辣 吃咸 或是你已经爱上了上海菜的 清淡香甜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习惯北方的干燥气候 或是你已经适应了南方的潮湿雨天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喜欢穿着舒适的运动服 或是你已经更愿意西装隔离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每天坚持走楼梯 或是你已经习惯于电梯的方便快据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对各种青菜 深痛误觉 或是你已经改掉了调食的坏毛病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踢着寸头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爱笑 不知道你和四年前有了怎样的变化 不知道四年后的我 还会不会喜欢四年后的你 不得不承认 人都是会变的 生活总是推着我们走 没有人可以止步不前 那些适隔经年 一朝重逢便能和好如初的戏码 注定只能在小说电视剧里上演 而现实要比内残酷得多 爱情这种东西 在一起的时候像酒 会随着时间欲发浓烈 不在一起的时候像水 即便你不去碰它 它也会随着时间 自己蒸发完的 最后朋友向我坦白 这些事是你拖胎告诉我的 你想知道我们还回得去吗 这次我坚定地回答 回不去了 朋友对我和你这十一年的感情感慨万千 问我舍得吗 我想我舍不得 可是时间回不去了 我们也回不去了 我们也回不去了 来不用操绘 这次我只是葛事 喝都看我 你们也回来了 我来继着 我的一个 отдых 这么说 谁在感伤 我想 当风来了 你走了 只剩下岁月在长 趁青春还剩下 一点点的余温 温暖着你的眼泪 落下了灰色的 冰冷的雨滴 是你的叹息 趁青春还剩下 一点点的余温 温暖着你的眼泪 我不怕寒冷 迎着这岁月的风 难得夜这样的深 难得炉火这般的温 难得屋檐的相对 一对寂寞的灵魂 还剩下一杯烈酒的温 还剩下一盏烛灯的魂 还剩下一盏烛灯的魂 还剩下一无所知的明天 和沉默的眼神 你问我这灵魂 你问我这灯火阑珊是谁在感伤 我想 当风来了 你走了 只剩下岁月在长 陈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 温暖着你的眼泪 落下了灰色的冰冷的雨滴 是你的叹息 陈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 温暖着你的眼泪 我不怕寒冷 迎着这岁月的风 我不怕寒冷 迎着这岁月的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